那时区发现了一具女尸 警犬迅速出击 原来这里是犯罪片的片场 狗狗一点都不听话 他绕过了女尸 直接冲向了一旁的保姆车 开门一看 原来是女明星小杰倒在了血泊中 看见没 这才叫专业 导演很快报了警 凶手中伤了小杰的头部 然后侵犯了她 如果我没记错 这导演不是前面被老婆用平底锅暴揍的警察吗 导演是等重复利用的 言归正传 导演说小杰是连载美剧 卧底女孩的女主 这部剧主打一个色情擦边 目前已经拍摄到了第三季 医生说 小杰之所以昏迷 是因为他嗑了大量的安眠药 好在小杰并无大碍 他一醒来就吵着闹着要回家 说自己什么都记不清了 不记得谁给自己吃过药 也不记得是谁袭击了自己 导演倒是挺尽责的 一直陪在病房里 跟个护公司等忙上忙下 由于小杰才16岁 必须要父母签字认可才能出院 导演却说 小杰14岁 就跟父母脱离关系了 因为他的父母就像是吸血鬼 只知道不停地压榨女儿 导演说 小杰被侵犯时 他正忙着审核剧本 他愿意带着全剧组的男性 提供DNA做比对 不过有个叫做卡罗琳的女人 一直说这部剧带坏的青少年 还说小杰这样的女性就应该去死 这个卡罗琳成立了一个反色情组织 打着保护青少年的旗号 致力于打击那些擦边节目 大姐连自己家的孩子都懒得管 却整天担心别人家的孩子 卡罗琳接着说 16岁的小杰穿的就像是个妓女 她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看到这种东西 卡罗琳的团队有800多个会员 不光是小杰 凡是有点暴露的电影 玛丽莲曼森的音乐 包括擦边的电台节目 全是她的打击对象 可这个组织也就游行家抗议 似乎干不出强奸这么过激的事情 警方在小杰的休息室里 搜出了十几种不同的安眠药和止痛药 对于小杰的科药时 导演一直心智肚明 他说小杰最近的压力很大 艾叔看了一眼牌片表 小杰在剧中的角色是个卧底 靠着不停跟人上床换取情报 不是跟老师上床 就是跟黑帮上床 他不喜欢演这些 因此才会用科药了麻痹自己 艾叔斥责导演 不该利用一个16岁的少女卖肉 来提高收视率 导演很生气啊 难道他擦个边就活该被强奸吗 实验室比对了片场 所有男性工作人员的DNA 唯有导演的DNA与强奸犯吻合 难道是他侵犯了小杰 小杰却说警方误会了 说把拿出来自己的结婚证 上面有小杰父母的签名 就把16岁的小杰嫁给了年余40的导演 这在法律上属于恋童行为 可只要小杰的父母签字同意 他们就是合法夫妻 实验室还在小杰的体内 采集到了一根内啥毛 那个毛的DNA既不是导演的 也不是小杰的 也就说 导演不是唯一跟小杰发生关系的人 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小杰先是跟导演发生了关系 然后科多拉米要轰过去了 之后又有另外一个男人 趁着小杰昏迷强行侵犯了他 还留下了一根内啥毛 那么究竟是谁侵犯了小杰 虽说年龄差距挺大的 不过小杰和导演的感情挺好的 导演寸步不离守着小杰 没有想到还是有狗仔悄悄溜进了病房 拍到了小杰昏迷中的照片 于是警方查阅了医院的监控 原来这张照片不是狗仔拍的 而是给小杰查访的医生偷拍的 医生说他也不想的 实在是狗仔给的太多了 偷拍一张照片可以拿到五万美金 于是警方又辗转找到了收买医生的狗仔 狗仔说 小杰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如果那天狗仔不拍他的照片了 就意味着小杰过气了 不少明星还花钱雇佣他们偷拍呢 不过他可没有侵犯小杰 说把狗仔提供了一张片场的照片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在下午四点半 也就是小杰被侵犯前的半个小时 照片种是两个溜进片场的少年 于是艾叔又找到了这两名少年 原来他们溜进片场是想偷小杰的内裤 有个电台主持人公开喊话 只要能弄到小杰的贴身物品 就能上他的热门节目 笔杰秀 笔杰以嘴彻和碰瓷闻名 他说自己不过是看小杰热度高 于是随意在电台里口嗨了两句 谁知道那俩青年真的会去偷内裤 可别想看了笔杰的节目 这会每天有两百多万名听众 笔杰整天在电台里侮辱小杰 鼓励粉丝们侵犯他 看来那名强奸犯把笔杰的口嗨当真了 因为警方在笔杰的邮箱中 发现了一封罪性来件 里面是小杰熟睡时的照片 并配文 笔杰你的愿望就是命令 再往下是强奸犯与小杰的合影 爱叔整个人都压妈呆了 这货不就是卡洛琳的儿子丹尼吗 母亲到处打击擦边节目 儿子却为了上热门跑去侵犯女星 卡洛琳不敢相信 还试图阻拦警方来着 只待爱叔逮捕了丹尼 并在他的手机里发现了一模一样的照片 卡洛琳这才闭嘴 丹尼说他只是想上笔杰秀出出风头而已 那天他溜进了小杰的休息室 还给小杰念了一首情诗 然后小杰就被他感动得稀里哗啦 发光姐很想拜读他的大作 丹尼却说 那首诗是个人隐私 不能随便念的 万一发光姐也被感动到情男自控怎么办 卡洛琳却说 小杰就一个当妇 一个当妇主动对自己的儿子投怀送抱 很奇怪吗 小杰也很无奈啊 难道影视形象就能代表他的人品 他怎么可能随便跟粉丝上床 可由于小杰当时嗑了很多药 无法认出丹尼 所以警方很难起诉他的强奸罪 之后丹尼也如愿伤了笔杰秀 在两百万听众跟前 大谈自己侵犯小杰时候多过瘾 许是太过得意忘形 这或居然说当时小杰正在昏迷当中 不是自愿跟他发生的关系 这就坐实了他的强奸行为 没想到因为尺度太大 导致笔杰秀尽早被封杀了 笔杰现在一肚子火 说什么都不愿意出庭坐镇 于是发光杰联系了赞助商 停掉了笔杰的所有广告 这下死老头终于老实了 随后发光杰找到了丹尼母子 希望丹尼能够主动认罪换取减刑 卡洛林却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说这不是丹尼的错 如果不是笔杰怂恿他 他儿子根本做不出这种事情 随后嚣张的说道 你觉得陪审团是相信我的挂儿子 还是信那个磕药的荡妇 平时高喊保护青少年 要给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三观 轮到他儿子犯罪 发光杰觉得这母亲是没救了 于是找来了小杰 希望他能够劝说丹尼认罪 丹尼是喜欢小杰的 他也是听了母亲和笔杰的蛊惑 以为小杰真的人尽可福 再加上太想上节目出风头了 这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压根没有想到 会给小杰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面对小杰痛苦的指责 丹尼悔不当初 是当个男子汉主动认罪 而继续躲在妈妈的身后当个懦夫 丹尼选择了前者 他告诉法官 他本来是打算溜进保姆车里 偷小杰的内裤 这样他就能伤笔杰秀 没有想到开门一看 小杰就在车里睡觉呢 于是他便大着胆子侵犯了小杰 没有想到小杰中途醒了 他用力推开了小杰 导致他撞到了脑袋 又晕得过去 丹尼第一次绕开了母亲 做了正确的决定 望着被压界的儿子 卡洛林的心都要碎了 当天下午 卡洛林就守在了电台门口 对着笔杰的肩膀开了一枪 警方赶到的时候 笔杰正在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转让着说自己快要挂了 卡洛林坐在警车里 一脸的坦然 第二天 卡洛林枪击笔杰的高清照 就登上了报纸的头版 卡洛林说 是笔杰毁了他的儿子 所以他死有余辜 他这么做 是为了拯救其他的青少年 明明是他自己教育出了问题 却觉得全是别人的错 之前怪演员 现在怪主播 就是不怪自己 不过卡洛林有一点说的是实话 那就是笔杰秀 确实是垃圾节目 不光是他 整个陪审团 都很讨厌这个 靠着敌毁女性 博出位的垃圾 辩护律师特意摘抄了一部分 他在节目上的发言 让笔杰亲自朗诵 什么小杰的卧底痴女 是个太过紧绷的壁驰 他需要被法克击下 才能放松一点 必须要有人制服他 让他体会一下 被法克的滋味 我觉得笔杰的嘴 才需要被狠狠的法克法克 因为除了他 没有人觉得好笑 卡洛林说 他的儿子以前可乖了 自从听了笔杰秀 笔杰秀就成了他 称呼所有女性的代名词 发光简单出了 笔杰秀的听众统计 其中有20万 是16岁以下的青少年 可这20万听众里 唯有卡洛林的宝贝儿子 成了强奸犯 您儿子的脑回路 是比别人特殊点吗 嘴上说着想要保护孩子 却从来不教育自己的儿子 从不见读他平时 看什么电视 收听什么节目 甚至连孩子上学都懒得接耸 卡洛林眼看被拆穿了 马上哭着打起了感情牌 依然是那句 我是为了我的儿子 为了其他的青少年 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 伟大的 内疚的 无助的 心碎的母亲 第一次庭审结束 上次却说发光姐放弃吧 你是赢不了这场官司的 因为卡洛林 太懂得如何操控 陪审团的情绪了 分数在卡洛林的通话记录中 发现了新线索 原来卡洛林早在枪击笔杰之前 究竟提前联系好了记者 并且记者事后 还寄来了一张支票 用来支付照片的费用 也就说 这场枪击是卡洛林的自导字眼 他利用自己的儿子伯流量 然后让记者 拍下了自己枪击笔杰的照片 将他打造成了一个伟大的殉道者 难怪丹尼会为了出风头 跑去强奸女星 原来全是遗传自他的母亲 得知母亲居然是这种人 丹尼失望极了 他要求出庭坐镇 他要亲自揭发母亲的真面目 他枪击笔杰不是为了我 而是单纯想让自己出风头 卡洛林连他的儿子都不如 儿子还知道认错呢 卡洛林哪怕证据摆在眼前 两个星期之后 陪审团终于商议出了最终结果 12名陪审员 有6人认为卡洛林有罪 由于6比6僵持不下 法官不得不宣布无效审理 卡洛林的目的达到了 可这不代表人们赞同他的人品 而是笔杰这个王八蛋 实在是太讨人厌了 所有人都希望他去死 卡洛林只是干了大家想干 又不敢干的事情 故事最后 笔杰在自己的新节目上 大妈卡洛林是个超级无敌大壁池 说他应该被绑上电影 用十万福特炸烂他的大脑 我第一次觉得 圆圆相保有时候挺好的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这集同样重新云集 笔杰的扮演者是著名喜剧演员 1948年出生的刘易斯·布莱克 以突破二次元的毒石而闻名 2009年 他在经典美剧《生活大爆炸》第三集第二集中 饰演一个昆虫学教授 他爱身喜剧动画《头脑特工队》中 怒怒的配音演员 独妈卡洛林由1956年出生的女性 达纳·德拉尼饰演 2007年 他凭借《绝望嘱咐》中的凯瑟琳一角 积累了不少人气 喜欢看犯罪剧的小伙伴 一定对他不陌生 2001年 德拉尼在《适者之阵》中 饰演冷面女法医 梅根·亨特一生 还有《伤害人小杰》的扮演者 1983年出生的马基·格雷斯 他日后也成了家喻户晓的热门女性 2001年 他在美剧《迷失》中 饰演美丽自私的《山龙一角》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5年 他和超人前传的男主汤姆威林 一起主演了恐怖电影《鬼物》 2008年 马基·格雷斯在动作犯罪电影《飓风营救》三部曲中 饰演莲姆尼森的女儿 不过最近几年 除了《刑事之剧》中 那个开着装甲车到处采访的二 马基·格雷斯就再也没有什么出圈的角色了 我是葛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